到目前为止 距离第一架五代战机 F22的正式服役 已经过了近16年了 而关于第六代战斗机的概念 如今各国也是有着不同的解读 像上一期我们说的英国暴风战机 它的特点就是有一个可穿戴式座舱 可以真正实现无人驾驶 今天我们说的这款米格41 它的特性同样充满了科幻感 据俄罗斯米格飞机制造集团的总裁 伊利亚·塔拉先克表示 正在研制的米格41将采用全新工艺与技术 可以在太空执行任务 这种战机的定位 是代替掉目前的米格31截击机 速度超过美军的SR-72超高音速侦察机 预计在2025年左右开始交付军方使用 除此之外呢 在飞行性能方面 米格41的飞行速度将超过现役所有战机 它的最高飞行速度将可以达到4-5马赫的水平 作战半径也将是米格31的两倍以上 目前米格31的作战半径是700公里 那么米格41将能达到1500公里 不过这款米格41并非是米格31的深度改进型 据塔拉先克指出 在工艺方面 这完全是新的飞机 新的作战半径 新的速度 以及新的技术 在17年的3月 米格洋方面还透露 新的米格41将与米格31共享30%左右的设计 但除此之外 包括新的航空发动机 机翼机身的大部分材料 以及一部分气动设计 都是新技术 所以我偏向于米格41 大概率还是米格31的深度升级版的这一说法 而对于那个宇宙空间飞行的能力 估计说的是和米格31一样 具有在高空进行反卫星作战的能力 而据俄罗斯方面透露 米格41最早将会在2025年进行试飞 预计2040年左右正式服役 它同样分为两种型号 分别是有人和无人驾驶版本 可以说米格41也算是俄罗斯提前放出的六代机了 但关于服役时间 还有一个早期版本 另一个版本指的是 这个项目研发最早将在2019年展开 并在2025年复役 不过说实话 这个版本属实离谱 短短6年的时间 我是不相信能够出一款如此科幻的跨代战机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搜集到的关于这款战机的信息了 我们一点点说 首先是这个高达4马赫的速度 以及隐身性能 我们都知道啊 超高音速和隐身性能 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到了超高音速后 飞机就烫得不行了 4马赫的速度 在天上招摇过势 简直就是一个火炬了 所以这个隐身性 我是真的觉得不太现实 而且飞机飞这么快 还要考虑到飞机的硬力结构 材料耐热 航电系统的核载 这不是说仅仅把发动机的科技提高 能够解决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说太空作战 这个所谓的太空作战 我觉得应该是给它配备新的空天武器 让米格41能在低轨道上 击中航天飞行器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你要说在太空中作战 我觉得还是有点遥远 虽然我们人类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但是现阶段那种极其科幻的科技 我感觉还是想想得了 那么大家认为米格41靠不靠谱呢 而人类斗几代战机 才能是适用于太空作战呢 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 有想看的节目也可以打在下面 我们下期再见